公主戴着面具在巴黎街头游走想找一个能和自己共度新婚夜的男人 终于她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一个英俊的男人 他们在暗处放飞自我后 公主披着蓝色的披风消失在人群中 谁知第二天夜里就发生了大屠杀 一个男人跌跌撞撞推开门 竟然是白天和自己放飞自我的女人 玛格和闺蜜帮她处理了伤口 拉米尔就离开了他们 玛格和母亲和兄弟请求不要杀了亨利 因为她在上帝面前嫁给了亨利 他们强迫亨利改变信仰 亨利为了活命不得已只能宣誓信仰天主教 而母亲和兄弟们也意识到了玛格的反常 他们下令把玛格和亨利软禁在卢浮宫内 王后凯瑟琳在与巫师的法术中得知 他的子嗣都将死亡 王位降由亨利继承 这让凯瑟琳下定决心铲除亨利 凯瑟琳受益巫师给了夏洛特一支唇膏 告诉他这是很纯正的唇药 而心爱着亨利的夏洛特开心极了 凯瑟琳跟玛格说西班牙国王喜欢他并同意结盟 但玛格说他已经结婚 凯瑟琳表示过了今晚玛格就自由了 玛格预感大事不好马上去找亨利 而此时夏洛特刚擦了唇膏准备亲吻亨利 玛格及时阻止了亨利 夏洛特口吐白沫痛苦地死在他们面前 侥幸捡回一条命的亨利在玛格面前无助地哭泣 玛格温柔地劝慰他 不要让别人轻易熟知自己的喜好 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夫妻之时 但玛格在这样的乱世下更加思念那个带伤离开他的男人拉米尔 玛格的闺蜜找到了拉米尔 并带他来见玛格 他们诉说了相思之苦 再一次狩猎中一只野猪袭击了国王 几个人只盼望他能被咬死而继承王位 所以无人施救 赫密独自上前与野猪搏斗救下了国王 而同时玛格也从卢浮宫下的暗道 跑出来找到了拉米尔 他们酣畅淋漓地享受 这难得的宁静后 玛格返回了卢浮宫 他劝说亨利和他一起逃离法国 但是亨利却拒绝了 说他已经得到了国王的信任 王后为了彻底杀死亨利 让儿子把一本狩猎的书放入了亨利的房内 谁知来找他的国王沾着口水翻看这本书 被弟弟看到 弟弟知道国王已经中毒 而不久就应验国王中毒之事 他突然倒在地上疼痛地扭曲 好一会才缓过来 他发现自己的狗鹰啃食了狩猎的书后被毒死 他问了巫师果真是中毒 并且这种毒没有解药 只能痛苦地死去 在后来的一次狩猎中 国王故意放走了亨利 让他回了自己的国家纳瓦尔 亨利一回国就受到国民的拥护 为营救马哥王后派拉莫尔去巴黎 但查理九十中毒的消息再也隐瞒不住了 为了掩盖阴谋 维护王室荣誉 凯瑟琳太后正好抓住了拉莫尔这个替罪羊 因为那本有毒的书《非夜》上 写着所有者的名字拉莫尔 吉斯很快抓获了来法国救马哥的拉莫尔 马哥马上跑去找到国王求情 但国王已经定入高荒 马哥把他拂回房间 才知道拉米尔被当了替罪羊 国王劝说妹妹赶快去找他的丈夫 否则他一定会死在凯瑟琳手里 临终前国王告诉马哥是凯瑟琳下的毒 国王在马哥的哀嚎中死去 很快凯瑟琳的另一个儿子登上了王位 马哥抱着被砍下的爱人拉米尔的人头坐上马车 像亨利所在的拉瓦那奔赴 离开这个已经不是属于自己被鲜血染红的法国 他白皙的面孔镇定如初 湛蓝的眼眸有一丝留恋 又有一丝倔强 直到一滴眼泪滑落 才让他释然此生已无罪爱 此时电影《马哥王后》全剧中 此电影改编自大众马的同名小说 他用艺术的手法还原了法国宫廷的一小段历史 剧中毫不吝惜地揭露了皇亲贵族 气定神仙外表下的黑暗之心 微笑背后层出不穷的阴谋 有一面具下身藏不落的尖刀 以及道德群底下踩着的不期放浪 在争权夺利的猎杀游戏中 他们从坐拥天下到一无所有 1589年凯瑟琳太后去世 同年亨利三世被此身亡 法国王室只剩下马哥一人 因为法国法律规定王位传男不传女 所以王位只能由与马哥最近的男性亲属来继承 马哥的丈夫最终成为了法国国王 亨利四世 我们说中的那边不败了你的爱情 我们说那边不败了你的爱情 我们说你保留在那边的心中 这边的爱情中的那边 在一把红箱里面中的继续 在你的宫里面 我们说这 那么吗 然后又再次 那天不败了 那天我身亡的眼睛 我迷运了 在寻找爱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